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网友 今节我们讲讲 台湾地区 现在台湾地区有件事挺特别的 就是把蔡英文比作陈水扁 把拜登比作小布殊 为什么呢? 因为 陈水扁近日有很多话说 他就访问了他的前副手 呂秀莲 两个人 就为这个 四不一没有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要陈水扁 的当场对策呢? 另外一样的就是 在纪念 那宗发生在9月11日的事情场 所里面 美国前总统小布殊 就概坦 二十几年来 美国由团结 而变成互斗 担心美国会有分化和分歧出现 而且当时美国内部 也有一些声音说 我们有分化 也有人失去了对抗本土和外国极端法治的力量 这就是陈水扁和女少年探讨的问题 但是最值得台湾人注意的就是 四不一没有 究竟是不是美国人要求陈水扁说的呢? 其实不重要的 我觉得不重要的 四不一没有是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陈水扁 当时 2000年 5月20日 即是和爱年 和恶年 就 就绩第十任 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就在 就绩典体上说 只要 对岸无意对台湾动武 本人 保证在任内 第一个不 不会宣布独立 第二个不 不会更改国号 其实根本不用改 因为台湾就是中国的部分 第三个不 就是推动两国论入宪 第四个不 就是 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 推独议题公投 最后一个就是 亦没有废除 国统纲领和 国统会的问题 这些我全部引述 当然 女少年 就问到底有没有 陈水扁是 咦咦咦咦咦 不想说了 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佬被他说 也是那句 四不一没有 是发生在台湾地区第一次政党轮替 因为陈水扁上台 陈水扁为了稳定美国和对岸的关系 其实台湾人觉得美方强烈要求 陈水扁在就职之前必须提出 信守两岸关系的新中间路线的承诺 就是刚才我说的四不一没有 陈水扁就说一没有其实不是美国人叫我这样做的 是他师傅阿徽伯 李登辉 阿徽伯教他说的 无论如何 这套说法虽然 也不可以为陈水扁翻案 因为大家觉得他现在说的 也不知真是假的 他有些不敢说的 其实我们看到 确实当时四不一没有 是可以稳定了美国和对岸的关系 这个作用我们是不可以忽视的 陈水扁在上任之初 其实也是有意打开和解的机会之门 甚至提出两岸共同处理 未来一中 其实他最初时都说是一中原则 是未来而已 不知道什么时候处理 美国总统当时 当然 美国也转了 转了 由克林顿 变成小布殊 共和党的小布殊 其实当时对于 陈水扁的 这个 死不一没有 是相当满意的 所以当年也是 对台卖了一些 军事装备 当是一个赏赐 但是后来就变了 就是那一场发生在9月11日的事情之后 其实对于全世界格局都有变化 因为改变了小布殊的外交报局 华府和北京本来都是有一些摩擦 后来就转移合作 一起去打击极端分子 但是这样 就令到陈水扁不惊了 陈水扁对于中国大陆 觉得 哎呀我都向你释出善意了 而且 你这个 布殊 为什么站得跟北京这么近呢 冷落了我们台湾地区 他就越想越火了 这个是他 女少年推测的 不是我 结果他就发癲 叫什么呢 就是搞一个一边一角论 更加主张 公投立法 引好 那么大件事了 你呢 布殊仔给你那些要求 你就完全是好像脱脏猫一样 令到小布殊政府 很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是什么人呢 蔡英文 哦 要亲自去 华盛顿那里说明 其实呢 台媒联络营都说其实当时呢 是被美国 喝释的 立即过来说 其实呢 连络营人士都说 当时小英 蔡英文 是帮阿扁呢 成为了一个被马的对象 被美国佬罵了他 哇 但是呢 这个陈水扁真的缩得交关 一不做就二不休 为了竞选年任呢 就推动这个叫防御性公投 哇 顶你 公投是任何 是啊 小布殊就直接警告他 我们反对台湾进行 统独公投 这是他原话来的 但是呢 小布殊就当时见 瘟爷爷 即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总理瘟家宝 也都明确表示 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改变现状 但是呢 你陈水扁就不知为什么好像吃了毒药 依然是一条直路产落底 令到呢 这个台湾地区和美国关系都不好 另外也都有人说 为什么陈水扁所谓贪腐案 瑞士银行都查到呢 这个世界上的西方国家 很多人觉得除了美国总统 有这个能力 可以叫瑞士银行公开一些资料 之外 其他很少西方地方的 领导人有办法 叫瑞士银行的嘴巴 也有人说 这些是陈梅也这么说的 是不是因为 有人要惩罚阿Bien 大家记不记得 阿扁有一张图 举着手有手扣 大声的问 阿扁做错了嘛 吴儿子呀 吴儿子呀 但是呢 阿扁呀 阿扁不知道有没有做错了 但是阿扁呢 就真的要 是坐咯 现在还要坐伦义 多惨 那之后呢 阿扁呢 亦有人说他自编自导 自演了一宗原案 就是 想扑扑扑扑扑低他那宗案 大家记得啦 是 那宗案之后他勉强连任了 我们知道他勉强连任了 后来他也知道 不如走回中间路线吧 到时呢 可能 美国佬就不会 搞我的 是 他后来 初初第二次执政的时候 他也强调 哎呀 那我们现在 呃 宪制改革 引好 宪制改革引好 是不涉及 领土引好 主权引好 和 统独的 但是呢 陈水扁呢 又是要做些小动作的 可能被一些独派夹死了他 那么他就说呢 但是呢 你又搞了这些独派 你想试呀 另外呢 中国大陆呢 就推动着 反分裂国家法 两岸关系当然很紧张 陈水扁 大家记不记得 美国人的他是什么 麻烦制造者 华毛迹的 是啊 但是呢他很搞笑 地面才是麻烦制造者 这么说 就是说中国大陆 那个好像是你自己多Q语 就是用内地的用语叫做不作不死 另外呢 大陆呢 也都是 有一些 抵制陈水扁措施 当然要 是吧 那么陈水扁就用一个更加疯的 就叫做 中统案 是什么呀 就是呢 你再这样我就宣布统一的了 不是 我就宣布是 终止统一的了 因为其实他们 我们都说了最初他 执政的年代 他都说未来是会一中 一中其实就可能会统一 那么他就要中统 他说 我要终止所有关于统一的一些 议案 不准说 哇 那你大麻烦了 当时民进党更加以 三一八大游行 来庆祝这个 废除统一议案的 一个成功 你这么说吧 你觉得成功嘛 那么小布殊 就对你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那么台湾地区和美国的 关系 亦都到了一个比较差的地步 更加注定了一件事是什么呀 你将来大大获了 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了 你坐在轮椅 是不是 那么这个过程呢 为什么我们要说 蔡英文和拜登 这个过程呢 其实呢 蔡英文是全程参与的 所以他当然是知道 有人就说 蔡英文是否比陈水扁更多 李登辉当然不是 他不是的 他其实是聪明的 大家不要 觉得他是笨 他是比较聪明的 你想想 他 他说的是轮角论 轮角要和我们 保持 和平 安全 就可以了 但是他又不敢说 轮角是中国大陆 但是其实他说的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他 可以允论轮角 我们可以说有很多地方的 好像是 这个 日本 甚至南韩都可以是 这样说 他可以允论轮角真的很多 而且你不要忘记 台湾 地区在 这个 南海都是有一小块地方 他说 甚至菲利宾都在我们轮角 但是他只是 我认识他 所以他是比较聪明的 虽然他是 擦边球 但是他 兜的程度是容易很多的 不像阿扁和李登辉 所以 蔡英文全程参加了 阿扁的做起起落落 其实 冷暖滋味 点滴在心头 历史在笑 没错 所以 有一件事就是这样 你说 你想统独 其实根本统独问题 不是台湾地区可以说的 根本上 一直就是 大陆政府 当然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大陆政府和美国 是有权权算得什么 所以你说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说谎了 现在你做到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 不过你有时候 你会担心大陆政府 当然 你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满足 那些 独派 那些心恶的人 对吗 对 无论怎样也好 台湾人的命运 对不起 我很老实 台湾人的命运 是不能自决的 台湾的前途 对不起 不是台湾人自己决定 这个就是现实 就算像阿扁那样 一样要 搞到现在 蔡英文没理由不知道 后果没理由不知道 对吗 所以很多事情 做不做到 你自己知道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阿扁 敢敢宣布独立 没有 当然不敢 红麦 都是那句 美国的利益 当然比台湾地区更优先 美国做任何事情 都是看自己的利益 包括 现在 叫做挑拨两岸之间 如果两岸有矛盾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买什么 均备 是吧 还有 我们看到 蔡英文现在是一面倒地向美国选择 无论是 萊猪等等的政策 都是照单全收 好像那些军兽那些东西 都是的 美国说怎样是怎样 台湾人的宿命 就是 都是那句 两个字 旗子 好不幸地 那没办法 李蔡英文要死根 但是 我都要说 拜登始终不是小暴暑 谁都不可以保证历史重演 这个也是事实 我们 说话很功勻 我们看看 眼前 在中美竞争 和对抗的局面 拜登政府为了美国国内的支持 对中国大陆的 对抗是越早越激烈的 这个也是事实 亦有向台湾示好 这个也是事实 我们看到所谓的当前的台美关系引号 是比 小布殊和扁田代好得多 不过 不过 一旦拜登政府 在势局政策 需要 改变的时候 台湾就是其次 你知道 我们也知道 黄人和鹿人很喜欢西人 认同他们 一句话就吹得很大 如果拜登有一段时候吹得很大 但突然之间将你 又说得很小 那你就会很痛 跌得 本来他可能 港度不是很大 但是你们的目楼梅很喜欢 举得很高 但举得高 跌下来就很痛 是不是 如果到了一个转接点 他觉得 我们怎样都要向 中国大陆示好 敢台湾 老实实说 是否不可以牺牲 当然不是 越来越多 的证据看到 将来 中美关系 的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如何处理 台湾地区 美国会怎样对待台湾地区 我觉得是越来越谨慎的 当然 他也会有时 特意放一些信息给你 哎呀 我有希望 他们对我们很好 就好像之前所说 把台北 经济文化 办事处 改名 可能 但是 很搞笑 大马sir 放了的不是美国报纸 是英国的 倫敦金融时报 是否很诚意 他们很开心 欢呼发奖 对呀 他们所谓的外交部 外交部引好了 还特意开个记者会 你看看 他还认你 是我们要求的 不然 他也不理 都是我们民进党 叻叻叻 叻叻 但是 究竟会这样做呢 我觉得是不会的 其实会不断有这些小动作出来 但是 黄人和鹿人一样 小动作就开心到辟了 喂 大家记不记得 年几之前 有人 有些 美国的国会议员 说如果香港 那些民主派被人 拉入监劳 可能向 中国宣战 有没有 全部进去了 当然没有了 傻色嘛 真的傻的嘛 哎呀 老实说 台湾地区 对于抗中的 重要程度是 高过香港的 这是事实的 我只是说目前 但是 记得当年 那件发生在9月11日的事情之后 小布殊 对胡锦涛先生 说 我们要合作 当时就是 重新定位 其实整个小局都是变了 我当时 陈水扁也是 忍不住 现在 另外一个事实 20年后 美国在阿富汗撤军 究竟 之后拜登 有什么具体的外交新措施 你不知道 而且我们两个月前也说过 今年 一定会举行拜集会 或者集败会 我是会用集败会 集败会之前 会有很多动作 你知道谈判的东西 当然需要 做一些动作 大家谈得很激烈的 最后 也是为了有个筹码 或者说 对吧 这个集败会 我觉得 在集败会之前 他也会放一些好消息 给一些 绿媒的 就是好消息是引号 其实是只有消息 所以 蔡英文 也要看一看 究竟小布殊 和阿扁的故事 会不会在 拜登 和蔡英文之间有延续呢 我个人觉得 是需要看两个方面 第一 阿富汗撤军之后 其他盟友的反应 第二 就是看看蔡英文有没有吉使 有没有勇气 像阿扁那样 做这么多动作 如果是 你就会成为第二个阿扁 但是如果你乖乖的 只是在做一些小动作 我觉得 其实 小布殊和阿扁的故事 就不会在小英身上重演 应该小英将来也不用 那么惨吧 但是 有一句话我很同意 网络佬 大马上是什么 政治一日都厌场 嗯 是吧 当然了 蔡英文 不是陈水扁 拜登也不是小布殊 不过二十几年来 沧海桑田 谁又知道 历史会重演呢 是吧 历史不会说謊 只会冷笑 是吧 历史没有有如果 只有教训 没错 当然这句网络佬经常说 但是 他这句话 是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不是 是有道理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